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乃唐 有小伙伴们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是植物打样式厉害,还是陷阱打样式厉害呢 植物可以造成钢额的伤害 而陷阱可以控制敌人都很厉害 这个问题我也很疑惑 啊 现在没有疑惑了,植物厉害 嗯,天怎么没黑,僵尸就来了 这么着急送洗吗 兄弟们,通阳 今天一定要渴下这个利恐龙的脑子 嘿,想吃我 来来来,吃这个,保证让你爽 一雷一个僵尸 来吧来吧,多奶一点 请你们吃土豆大餐 啊,不是吧,又奶 还好没有洗 呃 男小鬼,下来 嘿,我还救不下去了,你咬我呀 喂,好不好玩 不好玩 嘿嘿嘿,我拱高 帮我下去 嘿嘿,这些小僵尸 竟然站在我的机关里面 再加上我的植物大军 强强联合 哼,就算来再多的僵尸 也不怕 嘿,竟然还能打到我 那我就再踮高一点 嘿嘿,没有远程的僵尸 他们是根本打不到我的 嘿,怎么又是你呀 你怎么又玩起来了 嗯,你造这么多台湖陷阱干嘛 你是真的狗 小伙伴们,听我的 以后打僵尸 就见他往陷阱 这也太搞笑了吧 最后一波僵尸呢 这个防御力度 根本不用我动球 啊不要我的大门姑 你也带个年吧 臭僵修们你们都给我洗吧 小伙伴们你们说是陷阱厉害 还是急务更厉害呢